大家好,我是艾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 接着我们打个地图,来到环境的时刻 传送到下方的酒店大门 传送完了以后呢,右转往东边走 走过来以后再右转,这里是第43 然后再从北边走下来,然后再右转继续往东边走 走过来以后呢,在这花坛的后面,这里是第44 然后继续往东边走 走过来以后呢,还是右转在柱子后面,这里是第45 然后打个地图,传送回酒店大门 传送完了以后呢,首先往西北方向走 走过来以后呢,继续往北边走 这里我们点进入 然后掐到楼上 升了以后呢,右转 这边是第46 刚这个以后呢,回头 这里有高挖远近 然后点一下转 这里也是第16只小鸟 然后回头,继续再往北边走 这里有个闹钟,来修复一下 首先来到中间这一根 移动到下方 接着镜子往左边挪 这里也是第一罐 然后最下方这一根 挪到右边 然后镜子再往左边挪一点 这里保现在是第47 然后传送到纯梦三街 来到地下这个锚点 抓住完了以后呢,回头往西边走 这里有一只广告牌 这不然叫中比尔披萨啊 在海报这里,点一下转 这是第17只小鸟 然后继续往回走 走下楼梯 然后右转再上一个楼梯 上了以后呢,向左边看 往地图东边走 这里也是第48 然后回头,再往西边走 会群雷 会美梦还眼 没有驾照能开吗 这里也是第18只小鸟 接着从北边走下来 来到传送点附近 这里右转 这边是第49 没关系吧 然后继续再往东边走 哈蓝鸟在后面有个气球 洞 然后这是第19只小鸟 啊 诶 然后再往西北方向 点一下哈鲁变身 然后回头 往西南方向 来正式进入迷宫 进来以后呢,往北边走 在门后面 这里也是第5只 然后继续往东边走 走过来以后呢,右转 我们这里 需要先变回原样 变坏了以后呢 打碎这个蓝色气球 打碎以后呢 再点变小 然后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直接往前面走 这里也是第2只小鸟 然后右转 这后面有个火箭 然后右转 继续往南边走 这后面有个火箭 然后右转 飞过来以后呢 飞过来以后呢 这边是第5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火箭 接着上面是做 薰华与烧动 祖先任务的一个宝箱 这是必定会拿到的 在这个位置 这是第52 只要做完任务 每个人都会有 接着做火箭回南 然后往南边走 折过来右转 这里点一下 变回原样 变回来以后呢 折过来 这边是第53 上这个宝箭以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黄金的时刻 然后来到最左边 这里有一只小鸟 我们过去交一些奖励 然后在黄金的时刻这里 小鸟一共是20值 剩下的在其他地图里面 跟大家说一下 跟它就可以拧一个奖励 然后如何查看自己 这一张地图的小鸟 有没有全部收集完了 打开地图 点一下它 然后全部打勾 就说明设计完了 有帮助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